歡迎來到農曆新年前的一集 今早有酒 在節目開始之前 無論你們在聽直播或重溫 請記得首先要按LIKE 要留言 和我四個Hi 和你的朋友分享這麼好的節目 假若如果你還未訂閱梁岡牆工作室 快點按下留言 今集見到這個由Campari講起 因為地球依然非常安靜 好像沒有新新聞 沒有特別的東西 反而有 我看一些外國新聞 看到有新聞沒有人報的事件 也發生了 譬如某些藥廠經常吹風 或有新型病毒 亦開始 但同時在全世界上的 世衛食物和健康 也關於健康或研究藥物事 也有不同的聲音 想立好一些新的法例 去規管這些新的藥物 可能是以前的 因為這也流傳下來 在食物和飲品 用基因改造的食物時 其實暫時規管 都相對低和不透明 這也是從來看歷史的人 可以看到時事會發生甚麼事 我又解釋這本這麼好的書 看看當年以前 我們接下來是第四次工業革命 當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來臨時 就是剛剛在 Pro Civil War 即是內戰後的美國 即是第三次工業革命 即是開始有工廠 有加工食物 亦開始有不同的化學添加劑 當年的地球 即是100年前 1906年 美國的Food and Drugs X 在出現之前和之後 究竟有沒有有甚麼有趣的資訊 和大家討論 當年有甚麼過份的行為 需要被規管 有人犯法才有法律 或有法律才有人犯 當年有甚麼是這樣也不犯法 所以就要立法去規管 做事這麼過份 或是有甚麼流傳到現在 都是正常操作 好取的事 我們還看到現在的世界上 今天和大家討論這個題目 其實這個從來都是 有新科技 有新的發明 總有人去探索不同的領域 探索不同的方法 去看如何處理一些 重量製造生意運錢 最簡單 一個資管社會裏 從來這個不斷地 除了生產線上 在地球進步之外 最主要是賺錢 賺錢是要剩下的 這就是要偷街 這樣呢 所以其實 稍後再說一些例子 在美國 1906年 就有這個 叫做 Pure Food and Drugs Ads 即是這個 即是叫做 但它反而 Drugs 就不是很 當年的藥物 都沒有現在那麼多 管轄管那麼先進 相對來說 比較容易 它是管轄管 不過它都是把食物與藥物 都放在一起 但我們現在去探索 有些甚麼 當年開始有 叫做 Presertive 即是因為有 發明了罐頭 而且開始有生產線 去做包裝 究竟罐頭的東西 都可以入罐 或是可以用牛奶 這些都是以前的新鮮 這隻牛拿出來的牛奶 究竟有甚麼可以出貨 有甚麼過份的做法 例如最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保鮮 或是叫做防腐劑 我們叫做Presertive 以前是叫防腐劑 現在好聽的 叫做保鮮劑 這個改名 這個Trick 也是近年最流行的 一個 叫做Software 一定叫做的一個做法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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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就是 大頭奶粉 或飲食BB牛奶事件 在地球上發生過一次 在遠遠的西方 100年前都已經發生過 200年前已經發生過 大概就是在19世紀的時候 他們開始有這些 叫做可以加工食物 牛奶開始要多些 以及迎接了嬰兒潮 很多新移民 要選擇一些 可能沒有那麼多 有錢 又多年輕人 所以奶粉 不是奶 這件事 經常都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 即將發展好的國家裏面 很容易 牛奶是一個第一樣 被人去搞的 是搞的 搞的 想成辦法去增產的一個項目 就是 譬如 它會首先 頭樓溝水 接著放這個 Formelda鞋 接著 還要 會放假的顏色 就是 White Plaster of Paris 拿 我們粉筆的粉具 夠白的顏色 就把蜜子吃 吃 粉筆應該是吃不死人 但是 也不太好 然後 以前 其實牛奶 燈的牛奶 因為會有 Cream 他們說 因為現在稀色的牛奶 沒有了 以前古時的鮮牛奶 應該是一種Cream 他們說 浮在面 那種油脂 那種Cream 就是用Creams的 Brain 即是動物的腦 即白色的腦 去打 它 因為腦 大家的腦全都是脂肪 我們那些 White matter 所以 用任何動物 夠老 夠白色 來做蛋 那種油 其實理論上 質地是似乎腳的 當然很噁心 不要說是外國 中國人也不會 內座什麼都吃 腦都不好吃 不是什麼腦都吃 所以 其實這些 Taint the milk 即是假奶 當時在19世紀的美國 都應該殺了一千幾百個嬰兒 這就是此其一 接著 Farmida Chai 當然都是用在所有罐頭牛肉 即是我們所說的鹹牛肉 還有這類叫做牛肉湯 大魚即高湯 我們一盒小雲生的朋友 有牛肉 他們用牛肉版多 亦都有 Household Cleaner 保持羊和牛肉 從不可吃的放浮 接著 啤酒和酒 就放酸 也好一點 所以你看到 其實後來 以前的操作 傳統上是放一整桶 一瓶瓶 會放蛋清 令它會黏住 雜質沉底 到整個這麼大的瓶瓶 拿去製作 入瓶 最底的當然不要 變成 可以擠走就清 沒有那麼多渣 問題就是 很多人覺得 喝酒是Vegan 不想吃生雞蛋 之類 後來才有些操作 所以我不用傳統手法 當然不是生雞蛋 而是修肥 修肥 不記得中文是甚麼 總之紅酒和瓶 都會寫著 有沒有保鮮劑 修肥 就是這個 保鮮劑 所以原來 走出來來說也會比較好 做甚麼呢 如果 然後拿青銅 青銅 修肥 漂白我們的罐頭 我們的綠豆 然後拿 Ash to make coffee Brown Ash的意思是 actually sawdust 即是 鐵秀 是 最後 他在說今天的主題 Ground up insect to mimic brown sugar 即是用乾了的昆蟲的顏色 混合白糖和砂糖 製作白糖 對 那究竟 其實除了這個 用磨 將一些 我買了 買了 Ground up 即是磨粉 和硬粉 去製作白糖 即是用糖加顏色 其實原來 用這個 直到 至上的所有操作 基本上 在現在的地球上 全部都反發 一定被人拉硬了 但其實 有一件事 就是 在當時的操作 保留到現在 大家看到 顏色添加低 也看到Campari 這支很出名的 意大利納Q 我們之前說過 這支紅色 也是當年 一個新的發明 即是自然 天然色 即使蘋果 你紅的也不會紅到 鮮紅血紅色 最後 他們發現了 有一支 本身在西半球 很常出現 亦經常被當地原居民 Astic 用來 醫病 染布 一種類似甲蟲 這樣的 叫做 昆蟲 又是乾了 用來掩飾 上飾 塗 為何 因為相對地 如果昆蟲無毒 處理得好 嚴格來說 除了其他放化學物品 放一些不應該的東西 放淡 放棄 再放色素 相對來說 只不過是用一隻有顏色 尤其是昆蟲 可能大家這個年代有些害怕 但這個操作嚴格來說 反而在流到我們這個世代 都很受歡迎 為何 因為它始終是來自自然的昆蟲 又不是化學劑 所以這個 是 considered natural coloring 即是全天然 但全天然這個字 在二十世紀 二十一世紀 就非常受歡迎 所以其實這隻 也有這部 叫做E120 成為添加底 但也是叫做 natural coloring 而不是 artificial coloring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流程 其實去到現在很多不同的 可能你見到街市買回來 有些紅蝦不夠紅 有些berry 不夠紅 也好 某程度上的產物 他們想加顏色 或特別是紅色 可能要稱呼是自然 要稱呼是全天然 沒有 artificial 沒有人工添加 的話 這隻紅色 多數都是會採用 這隻這麼可愛的 紅色小昆蟲 這個操作 它可以很大聲 又不違反商品說明條 跟別人說 它就是一個 natural coloring的紅色 雖然不是 vegan 但起碼都是一個天然的產物 大家知道之後 會否再喝Campari 或會對所有有紅色的食物 都有些恐懼 但有多少恐懼 就認住 E-120 這隻天然的 著色的 natural coloring 就是原子 它的源頭 的確是你喜歡 一個很可愛的紅色甲蟲BB 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我們待會 當然在Campari 我們待會再談談這酒 和和大家一起做Campari 做一杯雞尾酒 和大家試試喝 待會見 接近一點 我們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